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他們說天堂是一個美麗的地方 他們說天堂是一個快樂的地方 他們說天堂是天使出現的地方 他们说天堂是自由翱翔的地方 但我的天堂是能有你陪在身旁 但我的天堂是能靠在你的胸膛 但我的天堂是能拥抱着你不放 那是天堂 我的天堂 那是天堂 我的天堂 或高山 或云端 或地上 或海洋 或黑夜 或天亮 有你在 就是天堂 我的天堂 他们说天堂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他们说天堂是一个快乐的地方 他们说天堂是天使出现的地方 他们说天堂是自由翱翔的地方 但我的天堂是能有你陪在身旁 但我的天堂是能靠在你的胸膛 但我的天堂是能拥抱着你不放 那是天堂 那是天堂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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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堂 有你在 就是天堂 我的天堂 或高山 或云端 或地上 或海洋 或黑夜 或天亮 有你在 就是天堂 我的天堂 我的天堂是能有你陪在身旁 我的天堂是能靠在你的胸膛 我的天堂是能拥抱著你不放 那是天堂 我的天堂 那是天堂 我的天堂 嗨 我是林毅宗 欢迎来到林毅宗创作室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 名叫《我的天堂》 是今年2017年8月7号 一个星期下午 在毫无预警之下写成的 怎么说毫无预警呢? 因为当天本来没有什么感动 或者想要写歌的 可是就坐在那边 林毅的时候 突然就拿起吉他来 就弹弹唱唱 诶 怎么突然间 大概10分钟 15分钟 就整首歌自然的唱出来唱完了 我也很讶异 后来在看歌词的时候 我在想 上帝是在跟我说话吧 真的 我们曾经想过 我们为什么要上天堂吗? 你为什么想要上天堂? 我想大多数的人的答案应该是 我要上天堂很简单 因为我不要下地狱啊 天堂是那么美丽快乐的地方 我当然要去天堂 谁要下地狱啊? 就是这么简单 可是却显露了人的心 对上帝 对耶稣的思念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如果说有一个朋友 或者有一些人 他去你的家 他的目的不是要找你 不是跟你有感情 他喜欢去你的家 因为你的家好漂亮 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 你的家有很多很好玩的 很好的设备 总之你的家太棒了 所以他喜欢去你的家 你有在家 没有在家 没关系 只要他能够去你的家就是了 我想你会觉得 这个人跟我没有什么感情吧? 我想你也觉得 这些人都有别的目的和企图 多少时候 我们跟耶稣 跟上帝的感情 也是这样呢? 我们为什么要去天堂? 天堂是耶稣的家 天父的家 我们为什么要去呢? 所以 希望当我们听这首歌的时候 我们也思考一下 我们跟上帝的感情 是真的 还是假的 如果你喜欢这首歌 或者还有其他想听其他 灵异中的作品 欢迎订阅 订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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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